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胡人vs快船北京时间,12月23日,胡人109,比116不敌快船,吞下新赛季的开门飞,这场比赛,输得有些离奇,因为末节还剩7分52秒,仅落后7分,但沃格尔,就是不肯换上詹姆斯,来搭档安东尼·戴维斯演出, 他整整看着,球队分差,被拉大,当然去年揭幕战胡人,也输了,最终还是总冠军,一般来说第一场比赛,都是为了练兵,看清楚身上的不足之处,詹姆斯与戴维斯,此一的表现,都没有太好,勒布朗28分中,17中期,3分8中3,拿下22分,5篮板5助攻,命中率,41.2%,3分命中率,37.5%,安东尼·戴维斯, 31分钟,15中8,3分2中0拿下,18分7篮板2助攻,命中率,53.3%,不过此一胡人,还是有一个亮点,那就是,蒙特兹·哈雷尔,这场比赛哈雷尔,有一个球是冲上了,推特热搜的,那就是大帽之前的队友,帕特·里克·贝福利, 在第四节,还剩7分52秒时被福利过掉了,协防他的马修斯,但哈雷尔,从后面高高跃起,完成了一次超级风战,这个球展现了哈雷尔,顶级的臂展天赋,哈雷尔裸足2.01米,却有着2.24米的,傲人臂展, 当然他这场比赛的表现,也是可圈可点,首节1中1拿下,3分1篮板1助攻,次节7分钟1中,1拿下4分4篮板,第三节4中,3拿下7分3篮板,末节1中1拿下,3分2篮板2助攻1盖帽,哈雷尔全场,比赛32分钟,7中6,华球7中5,拿下17分10篮板,3助攻1盖帽,命中率,85.7%,效率值全场最高, 哈雷尔的表现,实际上比快船的替补神塔,祖巴茨更加优秀,祖巴茨身高是2.13米,他在面对哈雷尔,时有巨大的优势,但哈雷尔三次,篮下单打,他都成功,一次转身小勾手,一次右侧上篮,一次中线小抛投,而祖巴茨命中的4个球,都是吃饼扣篮,他根本没有自主进攻能力,祖巴茨全场27分钟,5中4拿下11分6篮板, 也不如哈雷尔,此一哈雷尔,也拼下了全场最高的4个前场篮板球,贝福利也是4个前场篮板球,这场比赛哈雷尔的表现,配得上他上赛季,最佳第6人的身份, 当然哈雷尔,也暴露出他的软肋,防守端容易走神漏人,祖巴茨有两次扣篮,都是因为他在防守端去看持球人,被祖巴茨空切到了篮下,不过哈雷尔这场比赛的表现,值得起两年,1900万的合同,快传用两年,1900万签下的18卡全场比赛,拿下15分,6篮板一盖帽, 还是哈雷尔,更优异一些,而且哈雷尔,在场上的气势很足,防守端不走神时,横移很快,这一点是小加索尔,远不能急的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